又是一大包快递啊 12件 然后都是从那个拼多多淘宝这些地方发过来的 其实上次就是要那个说要做一个这个快鱼快递的视频 但后来因为做其他视频嘛 就一直拖着没做 现在第二批货也到 哎呦嘿 我的妈呀 看看今天啊 尽量今天把它给做掉啊 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现在自己在用的一些快递啊什么的啊 大概费用 话前说在前面啊这期视频没有什么植入或者什么受别人钱啊 纯粹只是分享一下我在这里用什么快递啊 然后那下面啊就言归正传啊 就为什么要做这期视频就还是有不少人在问啊 就是说就是你从中国买东西啊 然后是把它那个是怎么寄过来或者怎么样 想让我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我所用的一个快递的一个公司 但我之前我一直没说嘛 因为第一我自己在比较 因为清卖这里的就是从中国到泰国的物流是很多很多的 然后也用了好几家就比过之后啊 那现在我就告诉大家一家 我自己用的比较稳定的啊那当然之前没说也是担心就是大家会觉得我是不收钱 或者怎么样 但现在我再重申一遍啊 没有收钱啊 纯粹分享你们爱听就听啊 这家就是138那我待会把它那个贴在视频后面啊就是他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怎么样 其实在清卖名积还蛮大的很多人在用啊 然后的话这家不是最便宜的啊 然后肯定也不是最贵的啊 但是那个相对来说是说是比较稳定的啊 那么顺带再有说一下啊就是我之前不是也做过一些视频吗 说这个泰国的电商现在也很火吗 什么Lazada呀什么那个京东什么那个街地京东对吧 还有什么Shopee等等啊 就这些都是东南亚就用的比较多的电商 我之前有段时间也一直在用 但最近我又改回用拼多多和那种淘宝了 除非就是特别急的 一般不急的东西我还是从那个淘宝和拼多多买 为什么呢 就第一还是淘宝和拼多多啊 即便加上上游费价格还是便宜 其次呢就是它的选择性真的很多 就说便宜是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啊就是一些小东西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它的价格啊就不夸张的说差十倍你知道吗 就太夸张了就比如说一个小的肥皂盒啊 可能在淘宝就几块钱拼多多淘宝几块钱东西啊 十块钱不到 你在这个这儿他们有Lazada 你有说不知道我怎么样 他们开价能开到几百台就太夸张了啊 那么我今天就一边开箱一边讲吧 这个看看我这次买了点什么东西啊 上次有几个大件的那个没有分享 这次我们看一下 都是那种小的东西 因为其实啊就是在那个淘宝和拼多多真的中国人太有材了 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啊就是淘宝啊拼多多这种地方这个平台是比东南亚的 那些Lazada或者Shopee啊他们的平台他们的货物的种类啊多了至少四五倍的一个样子 各种小东西 然后你要从那个Lazada买其实就很多东西就买不到 而且偶尔有他们也有个叫做什么Lazada Global就这个这个东西那那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最后他还是你会发觉你花了更贵的价格买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发觉他还是要从中国给你游运过来时间也差不多啊这个买的是一个哎我都忘记了这好像是洗洗洗洗洗洗车子的那个车窗的一个海面啊然后都是很小的那种东西 那么一般来讲就我用的现在的快点他是他有两种算法就价格要么按体积要么按重量通常来讲你不是特别夸张的那种很抛的东西很大很轻的东西他基本上都按照重量来讲那么我现在一般是走陆运陆运会比海运贵一点陆运现在好像是11块钱嘛然后的话海运的话好像呃海运好像是11块钱刚才说错了海运11块钱陆运好像13块钱贵2块钱嘛就每公斤啊 所以我觉得差的不多情况下就是有时候我也那种懒得那个呃去走海运了所以海运便宜一点但是海运的时间真的很久你知道吗就是他差不多海运的时间长的时候三四十天都是有的然后陆运的话最近比较快啊然后呢有陆运呢就是呃有时候不太稳定那相对来说就是最近啊就七到十天就基本上是可以有那种拿到了 然后有段时间也不有段时间有几次啊他特别满差不多也是要三四十天然后我个人啊不负责任的那种揣测有部分快递公司啊他们就是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他们一个月走四批火对吧那四批呢他帮你走那种陆运啊其中有一批啊他们帮你走为海运啊你那批就那种特别满 但是呢他收钱却是按照陆运的价格来收的你也没办法查所以当你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说啊这个是什么被海关什么查了或者什么检查反正他们总归是有那种理由的有很多有那种有理由你就呃也没办法跟他们去那叫针是吧呃但我觉得有有一些就是他们有些快递公司啊就是靠这个来那种赚取那种利润的啊就是有几批货收陆运的价格走走海运啊 时间就比较长那为什么我之前有几家我没用就我觉得他们的频率有点高刚才是什么四批一个月四批之后随便讲了有可能他们是每每三天走走一批那一个月会有十批货对吧然后十批货里面可能良心一点的就走一两批帮你走一个那种海运虽然是收的也是有那种录运价格啊啊我良心不好的可能五批录运五批海运啊有可能我只猜了我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有一次我收到 一个快递就差不多同样的有时间然后就差一天还不差什么吧但是收到货的时间差不多呃一个是十天收到一个是三十几天收到你知道吗把这个又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哎呦哎呦这个是我的一个一个洗东西的肉碗也不要洗东西的肉碗就这个东西对你把面啊就我也是吃面嘛你把面 直接那个下在里面以后你要滤汤就比较方便直接从这孔里面能滤出去了这东西在拼多多买真的很便宜了哎就我就是那个有淘宝买的就反正淘宝买也很便宜这两个地方价格都大差不差啊但是你要是在喇喇打第一你是很难找到这个东西他们推荐的东西都都都都很那个但是即便偶尔有然后也是价格很贵所以说啊就现在一般海外的那些喇喇的之类的这种 外国的那种电商啊我通常是用什么就一些需要保修的东西如果有东西需要保修然后我就会在他们那买但是呃如果这东西我不是很着急也不需要保修的那我就还是会在淘宝买 当然在那种淘宝拼多多买你也是有一个风险啊什么样的风险呢就是呃东西万一有问题你要退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就几乎是呃不可能就几乎是不能退的 对吧而且有说东西便宜嘛你有说买到不行的你也就有能认掉也就认了对吧那么但是啊你就算是在哪里的买我们有几次买到不好的东西要跟他们去退货也是烦得不得了就除非你是拿到手在收货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不要这是很好退的但如果你收到货有你再跟他们说要退跟你说你用什么英文跟里面客服聊半天啊而且他们的客服绝对不像我们中国的那些淘宝品多多客服那么那么积极啊就基本你一发一毁他们啊亲怎么怎么样 有这里面有这里有说你发的一条信息他回你回很慢然后呢或者还要在你叫你加什么LINE然后再去怎么怎么讲反正很烦就基本上我们也也不退了啊这个是一个我的iPad Pro的一个那种平保的一个贴这个 在这儿买还是比较贵的然后其实你运过来这样一像我这次大概十二三件吧大概整个运费是十一百一百一百多块钱一百五十几块还是多少钱平均下来每一件大概十块钱左右但有些轻有些重嘛像这个东西我估计就五六块钱六七块钱吧大概啊就是那种有运费 基本上都属于你是可以可以认的就是这间大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有点松开来的好像被人家拆开来就一样了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比较重下车就比较哦这是两个盘子这两个盘子它包装的比较好然后估计就比较贵像这两盘子我估计快递费30公斤估计要那种 四五十块钱你看一下啊两块黑盐盘其实你本身东西是不贵的快递费估计就可以再买一份这个但如果你是在这儿买的话还会更贵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生活需要仪式感但我是买的想吃牛排我觉得买两个这个东西到时候自己的牛排放上去就你会觉得嗯这东西好像更好吃一点啊就摆盘好看的话你会觉得心情更加愉悦 其实本身这东西不贵的两个东西好像也就二三十块钱但是快递费可能要四五十块钱 这个知道什么是一双拖鞋 我跟你说中国的鞋子啊真的是在又好看又便宜在泰国就是我已经我穿鞋子在泰国间很便宜因为也都是穿拖鞋嘛然后像阿迪奈克啊什么这种鞋子我虽然有但因为太懵嘛都不穿都穿拖鞋 然后在那个超市买的拖鞋基本上两百泰鞋就是四十来块钱一双四十块钱一双但是没有这个好看你看像在国内啊你二十几块钱你买的那种这种拖鞋就会比这个呃在那套在那泰国啊就是买的那种四十几块钱好看多了但你家乡那个运费就有差不多但也无所谓吧我觉得还是拼多都好有些东西买多了你自己都忘记了哦这个也是 就是你在这买就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你在哪拉的或者这个这儿的电商呢买东西他们的推荐有时推荐的不特别好就你有时候刷两下然后他就看到东西都差不多你也不会有什么额外想买的欲望但是你在拼多都会怎么淘宝他们这样会给你推荐一些就是你想象不到东西他推给你以后你看又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 我觉得就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刷刷刷他们就那种刷给你啊就你放在那个洗菜洗碗的那个那个架子上面然后你到时候还就可以节约一点空间嘛也可以帮你直接滤菜滤水然后或者甚至你把那个一些简单的菜放在上面就可以切就直接可以切切菜的这个东西 然后收纳起来也比较方便至少我现在还没用当时看那个广告图片你感觉就还挺好的但这种东西你刷这种什么呃 国外的这种电商品呢他就不会推给你但在国内有时候就不知道他怎么算法就就推给你推给你以后就觉得这东西还不错 其实基本上我这次买的这些东西都都是挺便宜的就快递配都快又赶上这些东西的价格了但是相比之下你还是会觉得更有划算 这是一个碗这是一个碗这是我一个吃面的碗我这个估计是按照有体积算的 重量才0.7公斤但他们有时候就会稍微有点坏就这种轻的但稍微重一点呢他们就帮你按体积算 反正可以让他们赚更多钱吧哎呦都不知道无从无从开就用那种暴力的吧就这么小小的一个碗啊这里给插筷子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吃个什么重庆小面拌面就是这个东西挺好看的虎皮右色的这个又是一双的拖鞋 当然你看了一双的又买了一双的大卡牵品的什么财食感啊 你看这个鞋子也就二十几块钱但是看上去还不错待会穿穿看舒不舒服 这是什么啊这还有几个小东西都是汽车上用的什么汽车的雨刮修复器啊什么的这样的那样的东西这种东西你在这儿买吧你你你要找就是你要书英文知道吗就很烦你要去线下的店买就巨贵但你在淘宝买再销一个东西二十几块钱然后把雨刮稍微整的好平滑一点吧可以用的更久的 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那种工具性的我的冰箱啊用待用的时间久了一直有点积水就他一直会有水就是从上面漏到我的那个冷藏室内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我也没有刻意去搜索但我拼多多就这样刷刷刷刷哎他就有那种推荐给我这个东西了哎那我觉得好像挺好的就十来块钱那我想我就自己试试看吧能够把这个积水问题修好了就最好但是你要是刷懒了就 一辈子一辈子都不会给你推这个东西啊你自己但他不给你推你有时候你想不到哦还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算法的一个牛牛批的地方啊 哎最后两个138国际电商小包这个什么东西啊啊这个也是家里用的那种 哦是我用来洗锅的那种金刚砂的有些锅就是你烧烧的锅底有点黑了用这个据说就清洁的效果更好都是顺带因为都很便宜这个东西大概十块钱不几块钱嘛就很便宜嘛你有看到就一起买了然后一次性就有时候买起来不是天天买就你有时候想到了刷了一下一天一两天之内会买个十几件然后就一段时间就帮你那种快递过来 啊这个也是汽车用的那种玻璃的那个黄雾水啊什么的这儿有可能也有的我也我也不知道但是价格可能会更贵一点吧 然后反正你就中国的就是淘宝平头就是很好逛你没事刷刷刷刷你会感觉很多你本来不想要的东西看着看着你就觉得你现在都都听想要了就买了这么一堆 好那今天开箱结束啊我把这个138的一个他的那个微信公罩放到最后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只要就注册一下反正就会差不多你们 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别不复杂的反正就注册以后就留个地址或者怎么样基本上他都是他不是送货上门的要你自己到他们那去提的他们的位置是在那个清迈的长康路啊 反正是一个比较有热闹的地方我觉得新来的这个清迈的家庭你们可以做心考虑要不要用这家快递好吧那就到这儿了拜拜 这是这家快递公司的一个公众号啊反正那个找到以后再注册啊登录就行了反正也不是很复杂的有什么问题找他们客服问嗯好那就这样了 就像个人口不华伤人口不代分别人口不少解哪边说 感谢观看